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有到25号 上世纪黄金一带最后一位小金大士吉利斯离开了我们 28号 中国首位登上国际舞台的钢琴诗人傅聪也因新冠离世 记得上一次见到傅老还是在一个音乐座谈会上面 虽然当时他因为首级没有演奏 但我们聊了很多有关音乐的话题 现在看看傅老和他的弟弟傅敏给我的签名赠述 真的是非常的感慨 可能很多年轻的朋友会觉得 狼狼李云迪是中国走向世界的第一批钢琴家 其实傅聪先生才是第一位在国际钢琴比赛中得奖的中国人 1955年在波兰首都华沙举办的第五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中 他获得了第三名和演奏难度相当大的马祖卡奖 这比之后在同一个钢琴比赛中得奖的李云迪早了近半个世纪 六七十年代傅老在世界各地举办了2000多场独奏音乐会 和美纽莹 巴伦波音姆 郑金河等等同时代的那时都有过合作 录制了50多张场片 更担任过肖邦国际钢琴比赛 比利是伊丽莎白皇后国际钢琴比赛 以及意大利瑞士葡萄牙等等重要比赛的评委 美国时代杂志也曾评价他为当代最伟大的华人音乐家 在2007年的一次采访中傅聪先生这样说过 在音乐的世界里我不是一个成功者 而是一个永远的探索者 当一个音乐家永远是孤独的 因此需要耐得住这份孤独 这是对我自己的考验 在这里我们也由衷的感谢这位融会贯通 以东方神韵演绎西方古典名曲的钢琴诗人 为我们留下的宝贵艺术遗产